那再來這個的話是我們的大樓的一個配備的一個部分 那大概我一一的跟您跟姐說明一下 這個當層當戶排氣就是說 我們早期的部分 一般的大樓公寓華夏都一樣 它的通風管道是共通的 假設說你今天在五樓洗澡你聞到煙味 表示說一樓到四樓一定有人在下面抽煙 毋庸置疑就是一定會這樣容易產生異味 或像之前的疫情武漢肺炎容易形成一個大樓社區型感染 因為會有一個煙囪效應 但我們的做法每一層每一戶 未遇都有獨立的排氣系統 所以因為做到這樣子 所以我們的大樓完全不會有任何的異味 就完全像是五星級飯店一樣的一個規格 那再來這個部分的話 四合一的換氣機就是如同我剛剛講的 我們的衛浴的天花板會撞這一台四合一的換氣機 它具有乾燥、滿房、涼風、換氣的一個功能 那這個的話是我們的電子門鎖 我們到樓電子門鎖 做三合一的密碼、鑰匙、或者是磁卡 都是可以的 那其中密碼的部分的話 其中密碼的部分的話 我們先這樣子觸碰一下螢幕 它會跑一個前端亂碼索 然後我們再輸入正確密碼 為什麼要做這個前端亂碼索 是因為你密碼按久了 指紋會殘留在上面 這樣子可能會對家裡的密碼造成一個 微安的一個風險性 所以我們每一次設計的一個前端亂碼索 每一次跳出來的亂碼都不一樣 它會分散它的指紋 這樣子我們就很安全了 那這個門呢 關起來自動上鎖非常方便 那這個門它吃電池的快煤電 它會語音跟你弱電提示 叫你要幫我換電池了 那如果不放心的話 沒關係 家裡我們身上還是帶一把鑰匙 會比較薄醒一點 那再來的話是我們的鋼筋綁紮的部分 一般來說 人家是做到紅色外褲綁紮 我們多加內彎構136度角的自鎮綁紮方式 當地震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更大的一個簡力效果 那我們地下的話 是到B6 但實質上的話 我們是開挖到將近B9的一個深度 那我們從地底下到地上六樓 全部都是做到SRC 鋼筋、鋼筋、混凝土 也都是為了製震安全用 那我們本身有做了深開挖土質改良 所以都是不用擔心 有地震的問題這樣子 那這個的話是鋼筋續接器 鋼筋續接器有分很多種類型 最高規格的就是叫這一根 SA級鋼筋續接器 從它的硬度螺旋方式 焊接連的面跟續接的工法 都屬於最頂級的 那這個就是台北101用的主建材 我們只有該32樓 但是我們用的東西跟人家一樣好 那最後一個的話是 生化科技活水設備 什麼是生化科技 就是說 今天一般水的設備的話 都是有做到濾水或者是浸水 就是把雜質跟金屬物質給過濾掉 那好一點的水設備的話 叫做軟水 然後它透過樹脂 把水的硬度給軟化 那什麼叫活水? 活水具有 浸水跟軟水的功能以外 它可以透過這個設備改變水分子的大小 釋放出水裡面本身的含氧量 所以當你用這個水呢 在洗澡你會發現皮膚變更濕滑 當你用這個水在煮飯 洗菜 吃下去對我們人的身體都比較健康 所以這個水呢 具有護膚跟養生的一個功能 那這個水 每一戶 像是你的衛浴 像是你的廚房出來的水 都是活水 那這個水呢 要記得它沒辦法直接生飲 沒辦法直接生飲 還是要透過RO 透過RO才可以直接喝 不然就是要煮沸 大概是這樣子